我学中文的时候 也经常那时候会碰到这个问题 坚持不下来 所以你是要把你的兴趣 或爱好 跟你的学习混在一起 连关在一起 如果能做的话 那这样一来 你会发现 你的学习 不会那么容易放弃 因为反正你会做 比方说如果你喜欢看族丑 看我们世界杯 那你就转到英语频道 一边那个世界杯会吸引你看 但是你无法避免听到 这个英语的 就是那个传播 对吧 还有如果 比方说你喜欢 就打网球的话 那应该找一些外国人 跟他们打网球 可以用英语跟他们沟通 都有机会 如果没有外国人 因为我们的 不会说全中国 充满有外国人 对吧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那个互联网 充满有外国人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 跟朋友们交流 最关键的是什么 把你的爱好和你的学习 挂在一起 嗯 嗯 嗯